去年获得热烈响应才一开放报名 两天内就秒杀额满的 男头女孩星光夜跑活动又来了 第二届女孩星光夜跑活动 将于9月16日的傍晚 在中兴新村大操场温馨登场 6月13日中午12点起开始报名 额满为止 有意参加的民众请赶快上网报名哦 活动在南投高山剑武社热闹表演中展开 包括议员兼任爱新主委财中志 南投法院辅助基金会 太宗市财神国际统计会 家乐福等单位也都到场参与 这项由丽星基金会主办的 第二届男头女孩星光夜跑活动 将在9月16日展开 今年在县府中庭举办活动计程会 副县长陈振升与丽星基金会副执行长廖洪森 这顶对军影像附上一起拉开想套 会活动宣传喜跑 将有更多民众关心女孩情意 历利更友善的环境与空间 陈振县长是为活动代言 县长签署成为第二届女孩星光夜跑 第一名的报名者 也呼吁爱跑民众永远报名参加 一同为南投女孩加油 陈振县长指出 会响应联合国重视女孩全影议题 宣佛在杜合立新基金会一同办理 第二届女孩新冠夜跑活动 去年反映相当热烈 参加人数达3000人 前见女孩同胞关心自己权益 为了响应联合国投资女孩的活动 所以县政府跟立新基金会 共同为了10月11号的台湾女孩日 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星光夜跑的活动 那这些活动我们今年是第二届 那去年因为整个信息铺路得早 所以等于报名了秒杀 那人数也超过原来一定的2000人 达到3000多人 显现现在女性同胞 其实在关心自己权利 以及所谓的服务 还有整个未来的发展 其实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尤其现在台湾 说实在的女孩子 已经不只撑了一半边天 甚至于在各项潜力 以及各项的表现 都不属于男孩 所以这种接触表现 其实都是政府这些年来 努力的一些成果 当然女孩子 他们有他们的理想跟报复 那从事社会服务 如果政府基于辅导 以及协助的立场 让他们有一个表达的机会 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所以人头线我们从去年第一届 到今年第二届 这两届的活动来看 参与的单位越来越多 甚至赞助厂商也非常踊跃 那希望透过这项活动 让我们更多的女性 女孩子能走出社会 创造自己的一片天 这是我们集办这一次活动的 最主要意义 那也希望这项活动 带动我们整体的一个观念的改变 让我们女孩在这个社会上 在两性平淺的时候 都能达到相当的水平 这是我们可以再继续努力的 廖副执行长表示 台湾为响应联合国 重视女孩群立议题 已定于每年10月11号 为台湾女孩日 希望透过投资与陪力工作 让女孩能获得应有的人权与照顾 而为换起更多的重视 使女孩有公平发展 及实现自我的机会 这是我们第二届的 女孩新光燕跑在南投举行 我们去年本来是预定2000个位置 结果播出来了以后 两天的时间马上就立即秒杀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投资女孩 就是投资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们也就是希望 借由陆跑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人家 让大家能够参与到 我们怎么样 重视我们女孩的权益 怎么样让女孩 在各方面都能够鼓励她 激发她自己的潜能 让她能够表现得很好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让更多人认识到 我们怎么样去重视 我们身边的女孩 给她们更多的机会 也让我们能够看到 她在各方面的表现 投资女孩 就是投资我们国家的未来 欢迎大家一起为我们 男投的女儿星光夜跑 第二届儿跑 立新基金会也特别邀请 第14届立新富尔摩上女儿奖 听了运动奖得主 就得于国立水里山公的 钟玉涵 参加这次的夜跑活动 就她对运动的态度 精神 热爱 让所有人看到女孩的骄傲 与拥有最梦的权利 参赛者完成赛程 也能获得特制奖牌 与丰富的关抛礼位 还能凭着莫采俊 筹大奖 外民众一起同乐 第一次参加那么多人 好多 不好意思 intrans smoke 让我